好了,小米聊天,今天又过来澳门 大约一年前,11个月前 我曾经来澳门探访张勤先生 即是这个我偶像,是不是小老淡白 你是给面子而已 不是,真材实料,声音又漂亮 我们当天也说过澳门马,又说过澳门10磅 好了,不够11个月,澳门又天翻地覆 最近有很多新闻 首先我不如澳门马讲起来 三月就刚刚经过过来,都相当相感 你看到好像很凄凉 总之,要是你拆了它 现在它那个墙就荒废了 几乎可以说,如果再不理会 有草了,杂草重生 有老鼠了 现在不然还有麻在这里 没走光 那些人都陆续切了 这么大的墙,荒废了,很凄清 因为我都没有在麻场接触了两年 年多两年 老实说,又没有职位 又没有工作 对它来说,可以说是不太关心 莫不关心 但是有些圈来的人 有时候都会跟我聊聊天 或者找我 新闻 现在又没有码倒了 这个就是现在的常态 很多时候那些马有看到,没有码倒了 香港有没有,香港有没有 香港头鼠就是没有 但是它没有 因为它没有了头鼠站 那一刻死了 倒不了香港马 是吧? 倒倒的 但是你要去入钱 现在也可以的 入钱呢 现在澳门人倒香港马 去香港马会头鼠站开户口 直接开户口 你知道现在都几十欧了 一来一回香港很辛苦 尤其是天热 我都没有户口 我靠个朋友去开户口 搭个单车尾 有时候有得玩 我就搭个单车尾 那现在 因为没得玩 的确很多人都很闷 很闷 上了一年多那些 尤其是那些资深马迷 那些马有有时见到我在那里滲 哎,没得玩 不是的 入钱过去是麻烦 正如我所说的麻烦 不是的 现在还有一些 所谓那些 我不敢说 什么合不合法 不敢说 就还有些人可以买到费 哦 他就要买服务费的 哦,要服务费的 哦,要服务费的 哦,这么厉害的 据我了解 那些马友跟我说 如果买100元就多10元 他给你服务 哦 收钱 不过要隔夜的 譬如你今晚 星期三跑马 哦,星期二要买到 星期二一定 某段时间就要买到 哦 那第二天就要买到费 哦 哦 就好像10% 10% 服务费 这个陷法我不知道 我去试一下 因为我就没有帮他 就是他在赢了 他赢了 他在赢了 他服务 其实怎么说呢 他给你带过来买 但是这个 在法例来说 不知道用不用 我不知道 那他过去买都不犯法 这个是服务费 这些 但是很难说的 因为政府 我又没有看政府法例 那这类事犯不犯 但我就没有试过 我还是不知道 那二省还说 如果你给你入钱 五百分钟 一万元多 五百元 哦 那你愿意就可以了 所以对于澳门人来说 现在 就是一向跑惯马 那些马 是不是他们够凄凄 凄凄凄 凄凄凄凄 其实香港马 都受欢迎一点的 其实香港马 一直都受欢迎 哦 你整天那些人 骂他假假假 骂班顿 什么马 那他又是去玩 你香港也是这样的 骂完班顿 就是以后又来过 这个已经是常态了 总之要过人 没得玩就是凄凄 很多人 现在没什么着落 跑马 几十年了 大哥 现在我也有点凄凄的感觉 没得玩 没得玩 没得玩肉 有部分马有惨 差不多比我还年长 那些 有几个大马猪 现在都没得进场 他们又不自在输赢的 是 他们自在过瘾而已 有几个马 星期六或者星期日 进去吃饭 看几个马 赢了开心心 输了亦无防 这类的马主 他现在真的 我觉得很惨 真的 有几个老友 阿淡 阿井 那些 我们的老友 现在都没得玩 今时今日 都算是没得好说 很遗憾 我觉得很遗憾 都是很惨的 明明都可以搞好些 但是 我就这么说 阿藤哥 即澳门又很注目 即将来一定换特首 关不关之前的特首事 特首很古怪 好像很针对何时 分开来说 一向我不谈政治 我也不会批评政府 但是现届这个政府 我有一点我是不明白的 我真的不明白 按理由 推动经济 政府有责 这个马场的倒闭 或多或少 是不是跟政府有关 我都不敢说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马场是链不下的 真的差不下 近今这十年来 他所做的事 不是那么令人满意 但是有一件事 自从19年发生的新冠之后 他这三年的确是陷于群境 又的确是很难捱 要出粮的 而且跑马次数不多 整整三年 他没有欠人工 马会这件事是这么说的 他不欠一分钱人工 但是这三年他都很辛苦捱 捱过了 你知道了 有一个新的人进来 执政之后 是 开始似乎有生气 嗯 但是呢 他进来那年 入主那年 都曾经找过我 又拍片又成 我很乐意帮他 我做娱乐 是的 总之我就乐意帮他推动马会 宣传马会 没有问题 因为那时候还在做社华 是 那我的力量有限 但是我就是一片心 是的 那我也帮你了 但是呢 后期呢 做下去呢 就不多次仰 哦 因为呢 很多那个 就是他公司所推出来的 那些所谓的政策 是不接地气 哦 令到很多马主都很反感 嗯 那这个呢 我做传媒的 我也曾经提过很多次 但是也没用 好了 都不要紧了 那这个呢 他做得不好 那他就肯定年年虚了 那他就越玩越缩 越玩越缩 就是他的政策 他走得不好 那这些我都不批评他了 那在政府方面呢 政府 作为一个政府 他是不是应该扶持一些企业 或者一些这样的博彩机构 嗯 令到他能够生存下去 能够养活一些人呢 嗯 那这个应该政府做的 当然啦 我们不要求政府 去找些钱 去贴这个马会 绝对不可能 因为他自己做生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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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某方面来说 政府是不是应该开绿灯给他呢 什么绿灯呢 比如 转播外地马 让他多些收入 能够养活那班员工 这个是很正道的 很奇怪 但是很奇怪 政府说不给他 整是 香港马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受欢迎的新加坡 咳了他 南非没有 韩国没有 其他的地方没有 这个所谓开源折留 你都不给他开源 没有水泵进来 他就干了 就是等死 好 这方面也不要緊 为什么某段时间 你限制他的马入口呢 我真的不明白 他跑了几十年马 你都没有限制他入口 或者马会有些不规矩的东西 不规矩的东西 令到政府对他不满意 这个我不知道 只不过这么多年以来 马的入口 就是他生存的基本条件 你没有马入口 就是要他死亡 是的 就是要跑了 我真的拼了头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要他死亡 是不是 是的 我不是叫他崩水 我绝对反对政府 要找资源去贴那些企业 是不是 对 但是他要生存下去 就是靠你开绿灯给他 让他有些水进来 就是滴几滴水 那些草也好些 那你连那条水也关上去 不让他马入口 不让他转播这么多外地赛事 我都强调了 如果马会有不规则 你可以起诉他 你可以糾正他 你可以引导他怎么做 但是你 没有 你只是不让他入马 不让他转播外地赛事 那这两个就是要他死亡 是的 就是间接上去死 我现在都不明白 真的不明白 那死了对你澳门有什么亿呢 对你政府有什么亿呢 没有亿的 最多拿回地而已 难道你现在建楼 那楼市这么差 建什么楼 用来做其他用途 对社会经济没有帮助 现在没有说那块地 如何用途 没有 暂时没有 不过这日圆都没有 都还没做 因为政府那些所谓 推出来的工程那些 就比较慢一点 现在都没有定位去做什么 他好像澳门我不知道规矩 但澳门很少会公开投地 甚少 这个马场很大的 你现在就 没有完全交给政府 因为还要等多几个月 去到明年四月 明年四月 你都还有半年 是吧 七个月左右 你那块地将来如何呢 我们不须过问 也不关我事 建楼也好 建什么也好也不关我事 只不过我是一个菜马的从业园 他没有了菜马 我就没得干了 没得干了 没得干了 我都几十岁了 没有遗憾 是吧 但是我觉得呢 有成千元工没有饭开 大哥 真是人家正在供楼 那你怎样 是很惨 情何以堪 对不对 老实说 有些阿姐打票 打了几十年 跟她们一起 三十年打票 她那些帮普夏加计的 每个星期日 星期六 有香港、澳门说 她兼职 赚了几百元 一个月有几千元 帮普夏加计 这些都没有了 大哥 是不是 她觉得每年 她觉得有几百人失业 那你又怎样 好了 如果有赛马 不是说可以帮到很大的经济 那个 就是那个帮忙 不是那么大 但是 在肚子来说 起码食事 都活跃一些 酒楼、茶室都活跃一些 是 而且如果每个星期有赛马 有些马主过来 一拖三 有二、三百马主过来 就能拖到一千人过来 餐饮 那些其他 桑拿 去喝、吃、跳舞、买东西 赌钱 那些不是钱 那些是对我的经济有帮助的 但是你没有了那些人 现在整个哄仔 晚上是乌登克火这边 哄仔马场那些 乌登克火先 刚才我经过 我专门装的那些花园 我想买几个葡萄 拿回香港 说给我的女人 除了那些游客 没有人 全部 静个鬼 那你现在 没有了把牆 如果今天 泰马日 正月跑完马 七点去吃饭 去酒楼茶室 去夜总会 那些 那些 那些很胖 都有一些经济 现在没有了 靠什么 靠游客 靠我们国内的同胞 那不是个个消费那些 对不对 他是不是觉得 他只是觉得 只堵墙就可以围堵生 只堵墙 我看见 刚才 只堵墙 无疑 就是一个经济的支柱 就是澳门的收入 是靠倒市的 这个是没法否认的 但是除此之外 比如你哄仔 也有这么多人居住 有这么多商户 那你没有了马场 就难免 怎样都会联络一点 对不对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那个马场倒闭 就是这么容易被他死 我都不明白 但是 那些娱乐就觉得 好像是抵死 他抵死 我都说他抵死 是抵死的 但是你没有出过手救他 你还是要推他一脚去下面 就是踩到一脚 那你不让他入马 是不是先踩到一脚 现在那些马主 还哭喪地哭 但是无可奈何 为什么呢 世孤力弱 你这些马主 难道你还去告呢 是不是 他都惨了你的傻 那现在又不了了之 你整天在 什么YouTube 我都见到的 但是没有帮助的 你都没有用的了 已经没有力 所以我说 我觉得很遗憾 和很唏嘘 就是说马场这么好 倒闭了 是难免有些失落 是坏的 我告诉他 我都说他不好的 始终我觉得 有他在那里 澳门呢 生一点的 是 没有了马 又没有了一只狗 博彩元素又薄弱 只得赌场 是啊 炸铁 就是这些 虽然可能不是赌的主流 但是怎么最赌的 因为为什么 茂丹六叶 以前 说回来 有回力球有赛 马车有赛 哇 多丰盛 就是我们不是赌鬼 我不估设别人去赌博 我现在年轻一代 叫他不要赌 我也不进赌场 我跟你说 我几十年 从未进过赌场 但是呢 那些娱乐是要有的 那些巴工去哪里 你说 是是是 鸡不鸣狗不吠 没动 是很奇怪 现在整个澳门 是正英英的 那些赌场 那些赌场 都在那些路逃 那你就去赌场了 但是那里 明明你进去 很难出回来市区 那些赌场就是游客 那我们本地 有没有人去赌场 有很多 真的很多 每个人一出粮就贡献 那些养老金很多 真的 我听到山姆基说 在路环石台湾那些 一出了粮 那些 我们那些养老金 三月出租那些 有八九千元那些 下个月就没有了 不是 不用一个月都没有 出完 他又去了进攻 那他主要就是因为 很多赌场 那这些是禁不了的 他是私人的东西 是自由的 是 只不过呢 如果有个马 狗呢 有个玩一下 怎么说一下 就是拼一下彩 那就不用走去赌场了 赌场不是我们去的 是 我真的叫不要去赌场 好 新哥如果再生实 骂我 你这个小子 叫不要去赌场 就是 就是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奉劝那些人 买马 小小的玩一下 绝对没有问题 好了 好了 就是刚才说了 但是现在这个特首就不玩了 就换个新的特首 但是那个新的特首 我又很怕他说他的话 他又说 就是有霸凌 那会不会 就是你怕不怕呢 嗯 那这样说的 我想这个特首 如果上场呢 他都有他的思维 是 新思维 是 那他是一个 但澳门通常都是 法律界人士 他也都和商界没有什么关系 是 那我不懂得说政治的 我不懂的 如果说民生 如果说民生 要分析一下 那如果一个特首 或者一个领导人 他从商界脱离了 就是没有商界的背景 那他会做事 可能会拿得比较 正一点 就是会公道一点 透明一点 要不然会被人扔住 不过我跟你说 谁做都是难受的 尤其现在澳门 我说不好听 是有点点烂摊子的感觉 不是吧 你现在经济看就好了 赌场那些就好了 一般小的 中小企 中小企 那些微企 那些 好弱的 真是好弱 我真的不是说唱 真是 香港 就是一片 即是荒凉 但不用说了 尖沙咀那些 去到现在都没有生活 澳门 一样 旺就旺 某些地方 十点凌钟 已经灯火了 你去行个新桥看看 走去黑沙环 那些看看 不一样 以前不是这样的 时势 这个环境是变了 有点宵夜的 澳门 以前的宵夜 开得很晚 现在十点凌都没有 澳门都这样吗 没有人 我都说了 早前有个朋友 都访问我 我都说了 因为你是不够客 本地客很多回大陆消费 很厉害 到澳车北上星期六日 回去又去 回来又辛苦 去又辛苦 人多车多 有个朋友 那天晚上十点回来 那天晚上十点回来 就去到两点才回来 你说拾多久 那这个就证明那些人全部 北上 北上 北上就扯了很多客人去 你走去看看 很多食肆都没有的 现在一路有些收拾 有些收拾 收拾一下收拾 那消费如何 一年前我问你 你都说高 现在一年头 消费看哪一方面 你买个饭盒 现在就多了 26元叉鸭饭 很大盒 很大盒 关前街 十月初五街 十月初五街 游客街 是的 26元 肥叉鸭饭 正得不得了 以前呢 我跟你说不怕失礼 我说老板 砍20元叉鸭 喂 很难切给你 20元 我说这么酸啊 不是啊 只有这么多 我用来炒饭而已 现在砍20元都挺大 看了这个情况 就知道 找食艰难 26元的叉鸭饭 多大盒 我也少有 在十月初五街 土特产隔离 那一档事 经常去帮衬 那就是证明 现在的经济 都不是 是弱了 而他叫不到价 哦 你明不明白 以前经济好 都不休做 哇 那时候 那一档老美 在阿峰素街 我家附近那一档 排队买的 萧美 现在 没有人了 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 那这个 反映到什么呢 第一 人少了 即是消费是弱了 那你有一些 为求生存 便宜几元 以前30元 现在26元 那又 还有 还可以做 澳门现在那些人去到哪里 你这么说 那些游客是窮有的 现在香港大陆都是窮有的 又不全部窮有 有些入赌场那些 都花钱的 那些拼命 但是不会走出去街 但是普遍来说 他们的消费是弱了的 一定是弱了的 为什么呢 两夫妻 足够多水 吃两餐的 有些 有些在街边 买个饭粒都有 那么 那个洗费呢 你看看哪一类人 但是大体上来说 是弱一些的 而且你看区份 有些区份 就没得生 变得死街 因为第一 游客不到 比如我现在在新桥活动 新桥区以前好啊 现在在新桥呢 只剩一半 就是比如一百间店 如果开的话 最多只有六十间 就是有四十间 你可以 哇 我带你数一下就可以 政府知道吗 知道 那又如何 那他又没理由 帮你开店 是不是 那他帮你捉小企 他要搞经济 要搞 想办法 不要搞那么多元宇宙 我不会跟政府说的嘛 我不会跟政府说话的嘛 明白的 我也不会给他意见 我只是说 没有人流的地方 没有消费 一定的 做什么都要 不够客 那些铺租又不便宜 那你怎么办呢 铺租不便宜的 很多都不减价 为什么呢 就是怕浪费 可能拖下了 怕可能拖下了 现在楼市又不够的 楼市不够的 基本来说 你现在那层楼呢 如果你早两三年买的 你现在比喻价市间五百万 现在你顶楼是四百左右 哇 跌了一块 一定跌的 一定跌的 很多 哭啊 虧到 大哥 我不是唱的 真的 你现在看看 有些什么金峰什么什么南岸 那些 那些楼挺漂亮的 很漂亮 看奥坦出来的 是啊 金峰南岸 我们在路环郊野公园对面 以前建的时间很贵 现在很便宜 那不单止它 旁边王朝那里 很多都跌了 这个是事实来的 那去到六七千元呎新楼都有 哇 那从以前万元呎 竟同 起码都不见了三成 是不是 所以楼市不窗窝 股票又不行 那些股票香港又不行 那你有很多买股票 交住 那所以现在 难搞了 是 马又没得到 哇 新的特首如果上场 有很多朋友这样说 我不懂政治的 不过我只是说 新特首来 那些人多叫听民意 搞好民生 在经济为主 那如何搞活澳门经济呢 又去看看我们未来的新特首 看又怎么搞 当然希望他搞得好些 因为都破例 每个都连任 这位 就是这一届特首 那个不能连任 没试过 老实说 他的能力怎么样 我们现在不要说 但是有新人来 就是希望新风格 现在比较一下 或者他做得很好都不定 那又有一句话 就是说 很多人说 澳门做特首 哪个上场都死了 那我就未必认同 或者真的有这个突破 好 那我们这一集 一年前就说了民生 一年后我们又说了民生 不过今次那件事 就换特首 那顺便 都了解了澳门 都是表面风光啊 我们以为 澳门比香港好很多 然后勤哥说 原来都 难听难听 50步小八步 好了 那这一集小费 就讲到这里 那未来呢 我再和勤哥 都会讲一下 就是讲一下开心事先 好吗 OK 拜拜 拜拜